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挑战无处不在 魏莫越战越勇 电视机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月战越勇》 魏莫畅想 不同以往 今天我的出场不是穿着我传统的三件套的那种服装 而是换上了一身轻松 阳光 充满朝气的运动风的衣服 没错 因为今晚我们的节目呢 有一个主题 我们的主题的名字叫 一起动起来 但是一提到动起来呢 我的气就不打一出来 为什么呢 满场就我一个人 从头到尾 我一个人在台上是越战越勇 而且现在呢 也是越战越瘦 大家放眼看到台下 我们的五位评委 现在是越做越胖 月亮姐 你还笑 姐 你拿手机 我跟你说你现在太相信美颜了 你真实着自己 你已经和之前那几年变化区别很大 当年姐 你在我心中是什么 就是小月牙 你现在都快变成正月十五的月亮了 对对对 正月五啊 不是十五的月亮 是十六的月亮 更圆呗 十五的月亮 十六圆 我不录了 我走了 诗鹏老师 你也别盲目的就是批评旁边的评委 你看看 为什么今天导演组安排你和张英席坐在一起 我们特别找来了对比图 看看这些年你们两个人的变化 来 你看看当年 为什么我们导演组的安排评委坐着 因为站着太显肚子 但是咱不能按照胖瘦来衡量一个人健康与否 比如说很多人看耿老师这身材 描着瘦啊 健康啊 错了 那是耿老师身体弱 让大家发现没有 现在做节目只要有上台 进行这个剧烈运动互动的这种项目 耿老师都不上来 耿老师为什么不来 因为他弱啊 所以他现在没事就坐吃 省着上台 所以在这儿我也送给港老师一首诗 不爱运动身体弱 上了二楼都哆嗦 一场节目录下来 满场就听他咳嗦 所以啊 这样 我也不开玩笑了 今天这个主题就是给各位评文老师定制的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今天我们定制课程有 鼻青脸肿行 脸抽带销行 拔山涉水行 折叠重组行 还有不服真不行行 没有没有一个好词 就是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 鼻青脸肿是吧 套哥这是你选的对不对 你说出来了 那咱们就鼻青脸肿行不行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老师闪亮登场 金腰带 吴老师好 来 面向前方 先把我们大腰带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摸到金腰带 你挂一下 对 吃一下 有点弱 有点弱 真的很重啊 我以为就是装饰呢 这还真有分量 你看 金腰带的老师都上来了 咱们先掌声欢迎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好不好 大家好 我叫蝴蝶 是一名职业拳手 而且是真正的我们亚洲的女拳王 曾经在26岁的时候 获得国际拳击联合会的亚洲冠军 第一把IBS四路冠军联赛 第一次新量级半截赛 由来接中国的选手蝴蝶获胜 虎蝶 一顿暴动 鼻青蝶手蝶 我不想学 我们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她是女子的 应该是女子的 还是月亮姐姐比较合适 没错 你不要老老我们这边看 对不对 大给月亮姐姐 对对对 男评委有点担当好不好 那么多观众看着呢 好吗 接下来就满足你们心愿 咱们跟老师互动一下 有请我们四位评委上台 我怎么感觉 我还没打了 腿先绝了 你干嘛都离那么远 我感觉都上一走 我让病残 你没走场过 别害怕 不可能 就是零基础上来就对打 那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再说我们节目 一共就你们几个 当我们评委 打伤一个 对不对 咱节目也录不了 所以肯定是保证你们的安全 让你们上来呢 先主要就是看看前置 但是我们这 就是评测的过程 是非常的严谨的 所以也特意为四位评委老师 搭建了一个小擂台 来大屏幕请升起 我会好好为你们呐喊的 哇 还有泡成几点 哇 这也太棒了 太刺激了 这一看着这个拳击擂台 我相信很多人 这个肾上腺素马上就飙升 就有那种冲动 想要感受 要不先老师先给我们示范一下 好的 那有请我的搭档上来 给大家示范一下 有搭档 还好有搭档 好有请我们的蝴蝶 和他的教练 给我们展示一下 平时的拳手基本训练 哇 哎呦 帅 酷 哇 这是连击 哇 勾拳 来个打招 哎呀 他这个也很累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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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接下来进入正题 请过来选择装备 没人带来什么 哦 把你们的战袍 还有手套戴上 这要真打上一拳 差气的就 女士们先生们 这里是2021月战月泳杯 世界拳王大赛 半决赛的现场 让我们首先有请入围到今晚半决赛的轻量级的两位男拳手入场 首先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种子选手江涛 半身不随 半身不随了 我们的这位选手也是刚刚从ICU出来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也是我们的种子选手江维华 小学生 有请两位选手入席 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最基本的拳王大赛的基础规则 最简单的方法在不打伤对方的前提之下 击破对方的三个气球即获胜利 接下来我们的决定权交给我们场内的蝴蝶裁判 打 好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还有一个 那个是谁的球 那是江涛的球吗 我暂停 去球暂停 好 由于江涛那个球已经没了 来 赞神雷我宣布 来 没有什么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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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上级的两位拳王 首先有请的是一百六十公斤的张英席 让我们有请石鹏 让我们有请石鹏 有请两位进入到我们的赛场 不能打头啊 不能打头 只要打气球 没有了 你看石鹏那不好使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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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了 好 张英席获胜 ​ 张英席获胜 我在提醒了 不要打脸 太专业了 他是来报仇了 多快 多快 鉴于我们这些 这个ala学员啊 都是初学者 可能这一堂课呢 中间稍事需要休息一下 咱们先请四位学员 到台下先休息一会儿 好吗 好 谢谢 蝴蝶和我在 站在一起的时候 我会强烈地才 感受到这生活当中 就是很斯文很文静这种女生 你怎么会学上拳击呢 因为我爸爸就是拳击教练 对 所以刚才那个教练 和你对打的那个 就是我爸爸 失敬失敬 我爸爸是中南无省的拳击冠军 太棒了 据说好像当时爸爸知道 生的是女儿之后 也一度也挺难过的 因为一身真奔领 特别像穿个儿子 对 我小时候吧 可能就特别调皮 也长得像个男孩子 也喜欢跟小孩子一起打架 小伙伴之类的 然后我也会经常被揍哭 揍哭了之后还会继续打 直到我打赢为止 然后我爸爸就觉得 我这个性格可以不服输 他就觉得 其实生个女孩子也不错 我也可以教她练拳 你决定打拳击 那家里边妈妈是什么态度 妈妈也是拳手吗 妈妈不是 妈妈是老师 我们家文武双拳 在小时候的时候 我妈妈还是挺同意 我练拳的 因为她觉得 女孩子练拳机 不仅可以锻炼身体 也可以保护自己嘛 她也是挺支持的 那听这言外之意 就后来不支持了是吗 后来不支持 是因为我退学 作为一个职业拳手的时候 妈妈就有一点觉得 她以前培养我的心血 都白费了的似的 因为爸爸打电话 给我说 女子拳击进入奥运会了 她说我们有机会 有这个条件 也练了这么久了 说不定有这个机会 可以参加奥运会 你要不考虑一下 退学回来专门练拳 然后我确实考虑了三天 因为想着就是 我也不想 贫贫烦烦地 过完那么一生 所以就退学回家 选择了拳击 当时那个时候 你和父亲做的这个决定 意味着你们 爷俩压力都很大 因为他不是关系 这个孩子 能不能取得成绩的问题 他关系这个孩子 的人生道路选择 是否正确 会不会毁了这个孩子 所以我相信 那个时候 你们俩都会有这样的压力 爸爸的压力 是来自社会各界的 舆论压力 也会有人指责爸爸 对吗 因为他说 很多人会指责爸爸说 为什么要把女儿 送去练拳 自己练拳不够了吗 还要去累女儿 或者是怎么样 害女儿 这样子说 有时候觉得 爸爸也挺委屈的 毕竟这个东西 假如爸爸是 逼迫我练拳的话 逼一年 两年 可以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是逼不了这么久的 毕竟这个是我自己 真心喜欢 我才能坚持这么久 那你人生当中 第一次对于你来讲 非常有意义的比赛 是在哪一年呢 在我正式作为职业拳手的 第一年 参加的第一场 职业拳击比赛 对手是来自泰国的 那个数一数二的 那个比较厉害的拳手 当时上场之前 会不会有点紧张呢 当时对 不仅是紧张 压力还特别大 因为比赛就在我家 我家想 对 在家门口比赛 我是绝对不能输的 而且还抱有那种 我想把对手击倒取胜的 那种想法 必须KO对吧 对 对 对 所以那场比赛 你是赢了 赢了 但是没有KO 但是赢了 那你有在赛场 是输过吗 肯定输过 当时我参加的比赛 是国家比赛 就是奥运会那一条路 因为我从小的训练 是职业拳击训练方法 可能在比赛的规则 和那个比赛的方法 技术来说 我并不适合那个 奥运赛场 对 奥运拳击 因为我不是职业的权名 我不太懂 这个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比如奥运赛场 你现在的那种叫什么 我现在叫职业拳击 职业拳击 就简单地可以分 一个戴头盔 一个不戴头盔 你的是戴头盔 不戴头盔 那不更危险 那个奥运会拳击 拳击只有三个回合 四个回合 我们最高有十个回合 对体能的要求 是特别大的 我明白了 就是泰森的那种 对吧 对对对 那更惨烈 那平时都是谁陪你练 师兄 爸爸 师兄 爸爸训练我技术 师兄 打我 拳击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它就是抗击打能力 也就是别人打我一拳 我没事 这个怎么练了 就很简单 就比如说一个篮球里面 灌满沙子 从我就躺在地上 从上面往下扔 然后用我的腹部去接 这都是慢慢练起来的 不是一下子就很重很重砸 就是那种循序 渐进的 慢慢砸 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两练 我懂 我懂 因为武林之中 确实有这样的规矩 就是欲险打人 先恋挨打 金村造 铁木山 对对 小时候我们 我和我同学也是 有本儿你先打我来 所以蝴蝶也一直是 扛着爸爸妈妈 对他的期望 他也会更加严格地 要求自己 所以我们会期待 在未来的赛场上 蝴蝶给我们带来 更精彩的表现 带来更好的成绩 当然就是刚才都是 展现过分阳刚的一面 这个女人嘛 柔情似水嘛 所以唱歌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好不好 准备好了吗 加油 当我和世界不一样 那就让我不一样 坚持对我来说 我就是一杠棵杠 我如果对自己妥协 如果对自己说谎 即使别人原谅 我也不能原谅 最美的愿望 一定最疯狂 我就是我自己的身 在我活的地方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我紧双手绝对不放 下一站是不是天堂 就算失望 无论绝望 我和我骄傲的倔强 我在风中大声地唱 这一次为自己疯狂 就这一次 我和我的倔强 谢谢 谢谢蝴蝶的演唱 由于蝴蝶是今天第一位 来感受我们 《越战越勇》舞台的选手 所以接下来请你就坐 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越战越勇》 今晚我们的主题 叫做一起动起来 那下面一位辅导老师是谁呢 我们还是请各位老师 来自己做一下选择 请看大屏幕 现在还可以选的是 连抽带销形 跋山涉水形 折叠重组形 不服真不行 不服真不行 这个挺有意思 不服真不行 到底是啥东西 江涛老师 你对这个感兴趣是吗 刚才不是 师傅也说了吗 那就选这个了 来 让我们有请下面一位选手 出场 你们好 大家好 周爷爷好 周爷爷好 跟大家打个招呼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周行逸 这家杭州人 今年93岁 不服真不行 爷爷您平时都是 怎么训练自己 我就是自己规定了一个训练办法 就是水路空 水路空 水怎么解释呢 水呢是游泳 路呢是跑步 空呢 空呢就是爬山 爬山 你每天是怎么制定这个时间计划 训练计划 每天我早上起来 桌上 扶个沙包 两公斤的沙包 还不是普通话 对 扶沙包 腿上还绑沙带 两公斤的沙带 两公斤 一跑三四公里 回来之后就是我那个家里啊 离开这个有三座山 有三座山 这么就爬山 爬山 爬过山之后再到水库里游泳 再到水库游泳 这样的通过这样的活动 一天感觉到人很舒服 您93岁的年纪 现在还能天天水路空 对 那您是从多大年纪的时候开始训练的 大概是五十多岁 五十多岁的时候 所以你看到没有 不要给我们自己找借口 是我们年纪大了 我们做几个就适可而止吧 93岁的爷爷 每天水路空训练 对不对 而且我告诉大家 这个爷爷有自己的爱好 平地倒立的时候 最喜欢打卡照相 据说爷爷好像每到一处旅游 到一个景点都会摆这样一个造型 是您的一个特殊的姿势 我们这边有几张照片给看看啊 大家好 哎呦 是在台湾啊 日月谈啊 这是这是旅游到台湾去 哦 左边是在家里 对吧 首先在家里 这边是在日月谈 这是旅游到台湾的事 这边是在长城 长城 这是泰山 泰山 那是泰山比赛 爬山比赛 爬山比赛 这我到那个山顶 太厉害了 人家都说泰山登顶 爷爷您这是泰山顶顶 我这个每次锻炼回来 我就主要做一个笔记 做笔记 做笔记 一个院一个小间 一年一个总间 哦 我们看看爷爷有多认真啊 比如说什么倒挂金沟啊 这是时间啊 比如说引体向上啊 这是次数啊 二百零九次 对不对 对对对 这边还有单杠 攀跳 这边有什么游泳 登山 这都有数据 然后每一次做一个记录 然后一年的时候总结一次 是吧 根据我的体会呢 到八十岁 我还是上升的 八十岁以上之后 到九十岁开始 慢慢地在下降 就是您通过这个数据 我自己 测出了自己 就是八十岁之前 只要保持锻炼 都是数据可以上升的 对对对 咱们得把握住 和九十三岁的周爷爷 接触的机会 上来好好学习一下 对 来一个小测验 有请我们的四大才子登台 上你都没爷爷精神了 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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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话 爷爷呢 来在我身边做裁判 玩法呢很简单 就是我们儿时的技艺 壮拐斗鸡 好好好 交叉吧我们这 庚老师和江涛老师 我们俩人擦肩而过 眼花了 开始 还在技巧呢 哎呦呦呦行啊 可以可以可以 还行呦 还可以 哎呦呦呦呦呦 非常aa 一拳之首 刚刚爆了刚才一拳之首 刚刚爆了一拳之首 那先来咱们看个刺激点啊 重量级的两位嘉宾 来 来 走 好 来 还准备了 准备了 两个胖胖还可以 张英席太重了 什么我太重 真是重两级 有点顶不动你发现了 真是有点顶不动 好 还是张英席获胜 那个爷爷您看 我开场的时候批评他们几位 说他们缺乏运动 你看事实证明就是如此 就是你看 就是小小的两轮互动下来 你看满头大汗呼吱呆喘 其实我就想告诉爷爷 你看我们像爷爷 每天铁人三项那么训练 对不对 93岁不是问题 谢谢爷爷 谢谢 也谢谢我们的评委 谢谢 其实我们不是白互动 一是我们先体验一下 平时爷爷他那个运动量有多大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晚辈 通过这样一个游戏的方式 逗爷爷开心 我看爷爷刚才看得很开心 你看看爷爷这种 这种意志 这种品质 这种决心 那最后我得问问爷爷 您未来还有哪些目标 未来啊 就是到100岁的时候 能成为铁人三项的运动员 这个一个目标 那么这宋少少是吧 对 顾爷爷在百岁的时候 能够梦想成真 对 当然看到您现在这个身体的这种情况 包括现在还在持续的训练 我觉得这不是梦 一定能够实现 谢谢 那虽然说这个在平时锻炼身体方面 爷爷是强者 但是我还真不知道 爷爷在我们越战越勇的舞台上 这歌能唱的怎么样 爷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什么歌 港温路在河方 太好了 西游记的主题曲 对对 准备好了吗爷爷 准备好了 好 接下来请享受我们的舞台 演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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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凡春秋冬夏 雨苍苍酸甜苦辣 港温落在何方 落在脚下 港温落在何方 落在脚 突破 谢谢爷爷的演唱 也让我们再次请回 当前的类主有请蝴蝶 开始我们今晚的第一轮投票 鉴于刚才岗老师摔了一跤 目前不是很清醒 所以我们这一轮 首先从月亮节节开始 今天对于唱歌评判吧 说实话两位唱的水平吧 都没有你们体育的 那个运动效果表现得好 但是从情感上来说 我觉得我支持一下 93岁的宝藏爷爷好不好 谢谢蝴蝶理解啊 所以反对票投给蝴蝶了 爷爷呢 是我们未来的榜样 蝴蝶呢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那么月亮姐姐刚才把票呢 反对票投给了我们未来的希望 我觉得我就把反对票 投给我们未来的榜样 爷爷理解 我把反对票投给您 希望您身体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好 我们依然会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 等着您 今天晚上演唱来讲 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相当不错的 如果让我个人来选的话 我可能觉得蝴蝶的演唱 可能我个人感觉吧 就是相对来讲 中气足一些 可能是你老打拳的原因 所以我把这个反对票 投给爷爷 谢谢爷爷 祝您身体健康 一切都好 那么就这个环节呢 我想爷爷和蝴蝶 是有资格打停的 那强与强的对决 就是这么激烈 真的是爷爷93岁啊 甚至我自愧不如 爷爷就向您学习 那么二位的演唱 其实呢都不是专业的 但是呢 爷爷我想支持一下蝴蝶 更激励他去拼搏 为国增光 爷爷 我支持蝴蝶一票 好吗 祝您健康 成熟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祝贺蝴蝶 挑战成功 也让我们谢谢周爷爷 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进行指导 还是那句话 祝爷爷健康长寿 然后我们也期待着 爷爷在百岁的时候 实现自己的梦想 谢谢爷爷 好 那接下来 还是通过屏幕 让我们评委老师 来选择一下 接下来的课程 请看大屏幕 他们不想选了 我觉得是 蝶蝶重组 连愁在消息 没一个好词 接下来要不然咱们试试 蝶重组先 来吧 都不是什么好选的 反正都不是青春的活 没错 早晚都要面对 来吧 没错 但是好消息是 这是一位温柔漂亮的女老师 来 有请 余佳 你好 樊佳老师好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叫庞涛 来自湖北武汉 我是一名余佳老师 要不是折叠呢 这个余佳老师的气质 都掩盖不住 一走上台的时候 大家都猜出来了 这个上来第一个任务 交给我们评委老师 我们先猜一下 庞老师的年龄 她那个状态 就35岁 35岁 会不会聊她 我就觉得像 23到25之间 26岁 但这样咱们月亮姐 这女人她是很敏感的 她上来走的状态 我觉得她就 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庞老师 要不计晓一下谜底 刚才有哪个老师说 23到25 恭喜你答对了 那是我女儿的年龄 庞老师的女儿 今年24岁 对吗 对 还有个16岁的儿子 真幸福 儿女上升 其实我觉得运动 是一项很好的 维持年轻的一个方法 特别是瑜伽 我们的庞老师 就确实让自己的外在 包括气质 包括其实自己的内心感受 都会和同龄的 40多岁的同龄人 会有一定的反差 反差到什么程度呢 经常出门的时候 如果和女儿在一起 会让很多人误会 就是我跟他们平时出门 他们会觉得是姐妹 或者是姐弟 一旦我抱出来 我真实的年龄和身份呢 还是有人会被心压到 其实有一次的乌龙 是我女儿读大学的时候 她有同班 同学 男生 约她出门玩 交友 那个时候我不放心 当妈的不放心 然后我就冒充闺蜜 然后跟着出去玩了一天 然后又是爬山 又是烧烤 这一天下来居然没穿帮 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 女儿第二天跟我说 有一个男生 找我要你的威胁 说巧威胁 你说见一面 没猜出来很正常 玩了一天了 没穿帮 作为证明咱们庞老师 确实是这个气质 这个形象非常年轻 但我们也得问 是不是您从小就练一家 所以才让您保持 这样的年轻状态 其实我36岁左右才开始 之前其实皮肤 身材 包括身体状态都不是很好 那个时候我就想 因为我特别爱美 特别关注健康 我就想 恋恋一口气 那我还是得找一个 可以练气的一个运动 那么我就挑了瑜伽 然后这些年坚持下来 确实我的身体 身材 包括气质 然后包括心态 脾气 都变了好了很多很多 我还是想问 老师您是36岁开始 接触瑜伽 对不对 对 那比如说现在36岁 月亮姐姐 我这个年纪张英席 我们现在开始练可以 比如像耿老师这样子 快笨六的这样子 不是 就五六十岁的人 还可以再练吗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我年龄大了 然后我会觉得 我现在开始会晚了 其实今天就已经是 你未来的岁月中 最年轻的一天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所以这个年轻之后 其实是让人变得自信 对吧 抓紧时间 咱们上个道具 顺便我们也请几位 评委老师上台来体验一下 来 体验一下折叠 接下来才正式地进入到 我们的柔韧度大考察 来吧 那咱们就先从张英席开始吧 他可以 可以 他很有富裕 他可能卡在肚子这儿 有点像起 有点像起额 有点像起额 他可以 还有富裕 他肯定没有你 我来看这儿有肚子 我这不像 我这不行 他这老腰够像 等一会儿 没准备好 不容易 一波一波 我们直接往下多降一点吧 十公分 你来个最难的 150 150 你来个最难的吧 来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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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好 还没有太轻松了吧 对啊 这多容易啊 你可以啊 来 最精彩的 江桥老师 赛一对的挑战 150 我可以 江桥老师 你还是这个 这好看 这次是好看 国际标准过干大赛 都是这动作 不能蹲了 不能蹲了 碎眼了 我觉得咱们场上最坏的就是杨帆 杨帆一个也没过吗 杨帆先过一个 我不行 也行啊 也像卡住的那个 往后点 哎不是你转一下 杨帆 你干啥呀 平衡 你这个有意思吗 平衡 你干啥 我不行 咱是江涛老师行啊 来江涛老师 江涛老师 太精彩了 这有可能吗 不是 你过不去没关系 现在画面好看啊 你没事 你走 你肯定能过来 你肯定能过来 走 走 你这样 我帮你把下压压头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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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咱们看看庞老师好吧 多少 95 刚才可能都不止95 好 95 来 转转转转转转 好 对 哎 蝴蝶你能过吗 这个你能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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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陈王给我们表演一会 柔人性肯定挺好的 哟 又闪开 来 闪开啊 闪开小心 拳王击矮啊 他 厉害厉害 evento 对运动是相通的 他腰服有力 真棒 可以可以 谢谢 谢谢老师 虽然刚才看起来是一个游戏 但是我们其实 就是希望我们的运动 我们的锻炼 就能够像游戏一样 每天有兴趣地去接触它 尤其是瑜伽 通过身体柔韧性的 这样的一个舒展 金长一寸 瘦掌十年 瘦掌十年 好吧 我们也衷心地希望 朋友们 咱们都赶快动起来 撑起来 我们也迎来这个 唐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表演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 加油 这大街上来来 我忘了红男女女 从跟我带出门的 是娘的表情 我哪个总爱唱歌的心灵 也就这好留守一顿子在路边休息 不管秘密那么好是你的热心 像一个一个困在房间的精英 我愿意高送祖国和表演爱情 但只怕忘记我歌唱的人 感慨清醒 但多多爱没睡 小房招呼下去 琐瑟琐瑟琐热发 深爱轻轻哭泣 多多多爱没睡 没有人认真再听 那被你遗忘的旋律 就是我宿命的追寻 不喜欢我 不爱你 就要拆去 就拆去记忆 不如歌唱在路上你的日记 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 就让第一道阳光 把你的耳朵叫醒 谢谢 谢谢庞涛的演唱 那接下来让我们把全网 请回我们的舞台 开始我们这一轮投票 这一轮让我们首先 有请评委耿维华 庞涛这个瑜伽练得好 而且歌唱得这么好 我真的没想到 一张口真的是 不失专业歌手的水准 那么庞涛显然会更好一点 那么我把反对票 投给蝴蝶 把知识票给了庞涛 希望蝴蝶继续努力 那么庞涛的歌曲 确实是轻盈 明快 带有一点小小的爵士 这种感觉 我觉得确实是 把这首歌曲唱得 是入目三分 那么从音乐的角度上 蝴蝶 我要支持一下庞涛 这个他歌曲唱得 确实是非常好 庞涛整个你在舞台上的展现 都是特别好的 再加上你的整个音色上 也让我很吃惊 在单从演唱这个环节来讲 我想显然庞涛要强过这个蝴蝶的 我就把反对票先投给蝴蝶 祝福你 在未来的那个拳坛 能够给我们国家 带来更多更好的成绩 祝福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祝贺庞涛挑战成功 这是拥抱的时候 老错觉是姐妹 后来抱一下我才想起来 也是抱女儿这个年纪了 谢谢庞涛 现在你已成为了我们的类主 请就座 经过了上下之力量的训练 又经过了现在肌肉的拉伸 我们的五位评委老师 渐入佳境 我们看看下面 我们要加强的科目训练 有哪些 请看大屏幕 连抽代销 拔山涉水型 都不容易 这样吧 涛哥 刚才你比较不容易 你选一个 拔山涉水型 为什么呢 缓一缓 这个很简单吧 缓一缓吧 连抽代销 都抽完销完了 怎么拔山涉水 先拔山涉水 最后再连抽代销就完了 来吧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四号选手 闪亮登场 掌声有请贝宾 你好 你好 作为介绍一下 我是瑞士人 我叫肺斌 肺香的肺 文武斌 来中国几年了 快二十四年了 我想不到 时间已经很久了 今天来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展示呢 这是我比较喜欢 红球刀台拳的 空手道台拳 哇哦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空手道 它最主要的是 它的集中精力 然后它的重心比较低 重心比较低 对 有可能是它是这样子的开始 然后它 它是有功夫的 评伟老师发现没有 它第一下是奔着我来的 我也是有功夫 然后就闪开了 对 躲得特别帅 但是台拳道是不一样 台拳道我懂 还得先喊一下 你和一个人这样子的 突然 巴哈 哎呦 真久 巴哈 哇 巴哈 巴哈 哈哈哈哈 废老师 废老师 这看起来 不够直观 来 哈哈哈哈 小心 巴哈 哈哈哈哈 确实有一定的功夫啊 你看我就很喜欢 废先生 今天是 也是一身中式的服装啊 上来 我在 国外的时候 有看了一些 中国的片子 像警察故事 张龙的 喜欢中国的电影 警察故事 非常形象这个东西 因为它的动作 它的功夫很神秘 然后像少林寺这个典礼 礼礼节 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存在 这是在蒙林里面的一个地方 后来有一个人告诉我 这是一个地方 这是在一个山里面的一个地方 对 少林寺是有的 后来我 我是这样子 我非常有坚持 我一定要去这个地方 然后呢 放弃所有的东西 当然我去了 我是1997年的时候 我去了这样子的地方 我去了少林寺一年了 少林寺一年的时间 是的 就是我没有想到这么艰苦 一方面是做体力的 做这个运动 每天训练这么辛苦 但是另外一个是这个 吃的东西 像馒头 白菜 像土豆丝 土豆丝 像开白水 或者白水 白开水 白开水 对 我觉得 为什么没有可乐 没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重要 因为你的精神 它会克服这个 一些身体里面的需求 一些东西 突然你觉得 我是一个少人 你是一个超人 少人 我会到根本 我会到我最力量的地方 因为当时去少林寺的人 所有人都心怀一个武术的梦想 对 所有人面对中国功夫的时候 都是最虔诚的 对 都希望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 所以过去你会有很多内心的欲望 对 或想吃这个 或想要那个 对 但是少林寺什么都没有 你可以瞒下来 回顾这个1997年 你在少林寺这一年 你觉得你一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当然很多工作是很有意思 很丰富 但是后来你需要碰到一个人 在某一个地方 比如了我见到我的爱人 然后突然有这个缘分 然后会改变你的生活 后来有孩子 然后说我的这个家庭 还是很幸福 你有跟他讲吗 我过去这一年 可是在少林寺待着的 练功夫了 对 当然这个东西是 没有人真正的可以理解 所以说他不能完全理解 但是他愿意听你讲故事 他愿意听 但是我觉得他不会完全理解 今天我往台下一看 那是太太 那应该是你的女儿对吗 没错 好幸福哦 请唱舞台跟大家见见面 好吗 来 又请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费斌的妻子 我叫唐小倩 这是我们的女儿 纳达丽 你好 唐文尚 这个第一次见到费斌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 就是好吃惊啊 一个外国朋友 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化 有这样的了解 是的 当时我们共享一张 很长的桌子 有好多人一起坐 然后隔着这个空间 我就听到一个外国人 一直在说 少林寺 少林寺 我心里想 这个外国人真有意思呀 结果呢 他就主动来跟我认识 然后自我介绍 于是我们就开始有了 第一次约会 他那天特意带了一个 黑色的文件夹 然后向我展示了很多 在少林寺生活和学习功夫的照片 非常有意思 然后我当时就跟看电影似的 我觉得这个外国人 他的眼睛里老闪烁着激情 然后我当时看着 他的那个眼里的激情 然后我觉得我心里的激情 也被燃起了 和来自大洋彼岸的朋友在一起 会担心过文化差异啊 能不能很好地相处下去啊 夫妻俩会什么事情上 意见不同意呢 比如说对孩子的教育 到了现阶段确实是有这个 不同的理念 比如说呢 在怀孩子之前吧 菲斌经常就跟我说 亲爱的 以后我们有了孩子 一定要在他五岁的时候 送到少林寺 去住一段时间 去接受一段时间的锻炼 然后那个 我一开始当然是坚决不同意 然后他就老跟我提 老跟我提 没了没了的 然后那个怀孕的时候 我们俩给孩子起名 然后那个 我还特意起了一个中性的名字 说明那个时候 我内心里已经对他这个建议 放松了一些 所以如果是儿子的话 就同意 对 送去少林寺锻炼锻炼 对 但是如果是闺女的话 算了吧 别想 接着不同意 对 为什么我最后松口了呢 就是因为 从孩子非常小的时候 他就一天到晚地跟人家说 功夫很好 这个好 那个好 强身健体 还不被人欺负 然后呢 周末的时候就带着孩子 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草坪上 就练习 压腿 各种踢 跆拳道 然后潜移默化当中 我们两个人就渐渐接受了 那么在2017年 也就是费宾离开少林寺 20周年的这个时间点上 他又一次郑重地提出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孩子 送到少林寺去锻炼一段时间 很好 而且我觉得 最幸福的是 你娶到这样的太太 她理解你 支持你 不是所有的中国媳妇都会让自己的孩子 女儿去少林寺 她很支持你 对吧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中国这个文化也好 中国的功夫也好 可能需要人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 所以我也特别希望今天 我们也能帮你的爸爸弥补一点点遗憾 所以今天我也很高兴 也从少林寺请到了一位真正的师傅 来到我们的现场 指点指点你的爸爸 好不好 来 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师傅出场 好可爱 你还没困是吧 他担心死我了 我怕晚上到睡觉时间 你得吃奶上床睡觉了 你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你今天几岁了 四岁 四岁是吗 你叫什么名字呢 三八 好 那这个可能你一出来吧 我们身后的想跟你学的徒弟 有点不太相信 你四岁你会什么公布 能现在先简单给我们展示一下 可以吗 好 来 有请 太好玩了吧 嘿 马上就进入状态了 嘿 嘿 哦 真棒 哦 真棒 好可爱 哦 这也是有功夫哦 别看我们只有四岁 你太可爱了 咬鞋 牙掌神了吗 真棒 太棒了 我这个表情 什么意思是吧 你是等我们的掌声的 怎么样 少林寺来的 少林寺的吗 在少林寺习武几年了 从小就在少林寺 从小就在少林寺 你刚才有看她的表现吗 有 你觉得她的功夫怎么样 还可以吧 还可以 那你能指点一下 能 可以 那太好了 那咱们从哪开始教学呢 先教点什么呢 先简单一点的可以吗 我们先看看她能不能做到 先练一个朝天凳 我上来就那么难啊 朝天凳 先试试 看头地能做到哪 好吗 师傅您先给示范一下好吗 他还背到后面去 小师傅您好厉害 还要飞帝王再来这一下 踏到你的腿好 可以尝试一下吗 这个是很难 非常难 主要是裤子有点紧 这个太难了 太难了 来个简单一点的 来个简单一点的 你再来一个 真的搞形 怎么样 这个做的还到位吗 可以吧 小手往那一搭 就你这个手型 我猜一下 你就是应该经常教学 是不是 你有很多的学生 是 不好意思 那您觉得您身边的这位 可以跟您学吗 可以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是这样 接下来呢 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进程呢 该您的徒弟表演了 然后唱歌之前呢 您鼓励鼓励他 你给他加加油了好不好 可爱 几岁了 你几岁了 你几岁了 交朋友 交朋友 你唱什么歌呀 太好 男的男子强 都会什么英语 还有 这个 这个问问你的环节 咱们就结束了 咱现在就给他加加油就行 行吗 加油 谢谢 谢谢 你洗去睡吧 挺晚了 谢谢谢谢 那咱们把舞台留给飞宾 加油 好几年飞望重浪 几年飞望重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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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白山长 眼望梦里长 眼望梦里长 我发分头强 说浩瀚 说个浩瀚 说个浩瀚思 每天要自强 鱼血难而寒 比太阳更光 比太阳更光 好几年飞望重浪 让海间为我去农阳 去开街滴滴 为我离乡去穿康 一末高窗又看 一幻幻幻幻幻幻好几年 我是男儿当思想 做个浩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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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瀚思想 做个浩瀚思想 比太阳更光 好 那接下来也让我们再次 请回我们的泪主 有请庞涛 开始我们这一轮投票 首先有请月亮姐姐 我觉得费斌作为一个 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 半个中国通来说 我觉得你喜欢中国功夫 然后在刚才的这个演唱当中 也加了很多中国功夫的动作 让我一下子觉得你演唱这个歌 变得特别特别的生动 所以我觉得为你 对中国的这份情节 我想要支持一下费斌 所以对不起了 彭涛 费斌把我们的中国功夫 把我们的中国武术 通过这一期节目 能让我们更多的 我们的同胞能够看到 也能够把这期节目 向国外能够展示 更多的外国人 喜欢中国武术 喜欢中国功夫 我觉得特别地感谢你 所以我把支持票投给了你 回到这个音乐层面上 庞涛今天的演唱实力 确实是高过您 今天的这个反对票我要投给您 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机会 看到您在舞台上 展示中国功夫 谢谢 那么今天就在舞台上这个演唱 我觉得庞涛的演唱 他的把控音乐的能力更好一些 那么很遗憾 在音乐部分我会投您反对票 衷心祝您在中国开心 祝您全家幸福快乐 飞鸣先生这首歌 虽然您没有比过庞涛 但是我觉得您的精神可嘉 我也相信至于这个 谁能拿的这个冠军 我觉得其实对飞鸣先生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能在中国的舞台上 演唱中国歌曲 展现在中国学到的中国功夫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把反对票投给您 祝您全家幸福 祝您在中国生活的愉快 谢谢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祝贺庞涛挑战 成功 谢谢 谢谢飞鸣 那接下来咱们还是继续我们的比拼 最后我们再给评委提升哪个方面的修养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带销 带销 终极考验 所以最后我们的主题是 连抽带销行 不过呢 提前剧透一下 大家不要摇头 有请上这位老师 真的很厉害 在奥运会上 拿过金牌的奥运冠军 立临现场 直到各位各位 他已经在台下等候了 让我们有请今晚的最后一位选手 葛阳 有请奥运冠军 葛阳 你好 不是好 好 让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葛阳 是来自河北保定 我是一名乒乓球运动员 这个乒乓球球运一定会知道 葛阳在残疾人的世锦赛 世界杯奥运会乒乓球的单打双打 把所有的金牌进收囊中 而且实现了咱们 残疾人男子乒乓球单打团体的大满贯 被国际拼联 目前评选为世界最佳男运动员 两手都打不过他 像葛阳致敬啊 因为我们知道乒乓球在中国来讲是国球 但是对于像葛阳这样特殊的朋友来讲 我觉得取得今天的成功 也会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家里没有让我选择运动 但是在五岁的时候啊 因为大家也看到了 鞭炮炸伤了我的手臂 所以那时候呢 找到这个体校去训练 大家也是试着看的心态 然后教练也不知道该怎么教我 我第一次去体校报名的时候 教练员给了我们 我爸一张球台 说你老爷子你先带着他去打打吧 然后这个样呢 我们就试着 因为我爸也不会打球 他要一边学着打球 然后来教我 后来呢我爸比较下功夫 买了张球台 放在家里边把我床揉出去 把球台放在我床这个位置 我每天睡在球台上 后来呢有一段时间努力呢 再回到球馆的时候 一看啊进步很快 跟这些健全孩子也差不多 所以呢就一起训练吧 然后这样的话 进入到这个队里才训练 所以那个最痛苦的摸索阶段 等于是你们父子俩一起来完成的 可以这么说吧 那和普通的孩子比较起来 你学会比他们难在哪里 其实呢 对于打球来讲 并不是最难的对我来讲 其实到球馆训练的时候呢 我会有一点不舒服 因为我那时候年龄很小 然后大家都是两只手 就我一只手 所以呢到那之后呢 我就有点 其实是有点自卑 然后尤其是啊 这个别的这个家长 会去告诉他的孩子 可不能输给葛阳 因为你们都是两只手 你输给他一只手有点丢人 还有的小孩呢去说 那你这个去说 哎呀妈妈我今天赢葛阳了 那他妈就说你 赢他有什么好骄傲的呀 你是两只手 他是一只手 赢他不正常吗 但是我听到这些事的时候呢 我还是觉得 心里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就是觉得有点失落 但是呢我爸经常跟我说 他说你一只手呢 已经是事实了 也改变不了 对吧 你能改变的呢 就是站在球台面前 大家公平地去赢你的对手 让他去尊重你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也是会变得更加努力 很快呢我就在 我们城市里边 健全市里边 拿到了第一名 然后如愿以偿地 进入到省队 后来呀我才知道 我也可能也是全国第一个残疾人 进入到健全省队训练的运动员 所以得感谢当时的那个压力 感谢那个逆境 对吧 逼出了一个最强的葛阳 当然进入到省队之后呢 就肯定是更系统的 更专业的训练 也意味着可能平时的努力 要比之前要多得多了 进入到省队之后呢 首先对手会变得很好 都是高水平的了 所以我会更加努力地训练 而且呢我学到了一种好的方法 因为冰棒球台啊 他离着对手很近 教练教别人的时候呢 我就能偷着学 学完之后呢 我回来以后就写到自己的日记本里 然后但是这样学会的东西呢 记忆犹新就非常深刻 因为你是偷意偷来的 对 那包括现在我也能记住 所以你讲了就是在省队当中 会有更强的对手 对 逼出一个更强的自己 所以后来就来到国际赛场 第一次参加残王会 2004年 这个去参加残王会 我那时候只有十五六岁 然后去那以后呢 这个年龄也小 然后呢什么也不懂 而且呢也没有经验 然后当时呢半决赛的时候呢 输给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外国老运动员 输了以后呢 我内心是太不接受了 太难过了 其实当时的成绩也还可以了 对吧第一次上大的赛场 第一次最后拿了第三名 第三名 但是还是特别失落 尤其是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 我拿了第三名之后 这个坐大巴车回这个奥运村 大巴车上有很多外国人 他们有说有笑的 因为比赛第一阶段比赛比完了 大家拿着成绩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特别的不开心 那是2004年 对 雅典奥运会 对吧 转眼就是08年到了 北京奥运会 北京欢迎你 而且这一次不一样 这次站上这个国际级的赛场 是在家门口 对 在国人面前 对 非常感谢04年的这些 没有拿到冠军 所以呢 到08年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备战周期的时候呢 我就会更有针对性 我要针对我每一个对手去训练 其实我觉得 应该说是更精准了 然后 也更有方向了吧 而且努力的力量也更足了 所以会更直接的让你知道 从失败当中总结经验 对啊 这可能也就是越战越勇吧 没错 这就是越战越勇 这也是后继播放 才有了后来 刚才我说到的 什么单打呀 团体呀 这个大满贯 我不是运动员 不太懂啊 就是拿到这个大满贯有多难 全世界这么多运动员都想拿大满贯 大家都在竞争 大家每天干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每个运动员他的努力都是一样的 就有的时候我们拿了冠军之后 我特别同情拿第二的人 因为他跟我努力是一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难嘛 每个人都难 拿第三名的人也难 没有拿第三名的人也难 被淘汰的也难 每一个人都很难 所以你就知道冠军都难了 所以我们也会更加知道 这个得到大满贯有多难 他不允许你犯错 对 不允许你失败 因为运动员呢 他的运动的生涯就那么几年 非常短的 非常短 特别是在非常短的 有限的运动职业生涯当中 有幸的能够在家门口为国争光 对 真的是你一生最大的运气 对呀 所以08年拿了冠军之后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当时是什么感觉 现在还记得起来吧 我08年拿了冠军之后 奖牌放在枕头底下 晚上睡觉起来 看一看还在不在 真是这样 真是这样 就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那你看 刚刚看大屏幕 这个掉眼泪 就运动员掉眼泪 有的时候 我教练跟我说 别人那么没出息 掉什么眼泪啊 控制不住 就是你努力付出太多了 然后紧接着那一刻 你觉得全得到了 国旗生气 国国详气 对 尤其是国旗生气 所以那一刻眼泪是控制不住的 是复杂的 没有办法控制 只有很多很多原因在里面 08年比赛也比较特殊 我们在北京比赛的时候 满场都是国旗 我们主场 大家那个气氛 你真的是没法控制 我觉得我今天听 葛阳的这个描述 我就会觉得 每一个金牌后面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而且每一个人的成功 真的不是随随便便成功的 还有就是一个孩子 从突然的一个变故 到爸爸妈妈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到他从小要接受周围小朋友 因为很多小朋友 他不懂事 他可能对你的伤害也是无心的 可是他就是伤害到你了 那五岁的小孩就要承担这种伤害 这种委屈 但是一个强大的内心 他为什么那么强大 他就是被委屈称大的 可能你跟别人有不一样的经历 你才能够在奥运赛场上 经历了失败之后 然后又能够爬起来获得大满贯 我觉得今天你是不光给我们 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 更加向我们传递了 你为了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当中 是怎么努力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对你应该是由衷地产生了敬意 谢谢你 真的很棒 谢谢 所以奥林匹克精神就是 越战越勇最好的体现 所以最后回归我们今天 这期的一个主题 希望就是所有的嘉宾 能够动起来 希望我们的观众 能够健康起来 最后我在想 我说有点难 你说让我们奥运冠军 陪你们几个人玩 是不是有点 对我们奥运奥运冠军 有点不够尊重 但是我想 虽然明知道 不可能战胜你 但是我们今天 越战越勇四少 就是要向奥运冠军 发起挑战 好 来吧 来 大屏幕 请升起 欢迎我们的越战越勇 评委四少 我们四位评委 虽然呢 都没有 系统的学过乒乓球 但是没有一个人 没摸过 摸 我们这次说没错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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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摸一下 所以今天 能够有幸的和奥运冠军切磋 这是他们的幸运 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挑战 但是我希望 今天舞台是平等 我们也给葛阳一点点挑战 如果也让你拿乒乓球拍 跟人家打 赢了你 你自己是不是都觉得没意思 我觉得没意思 你都听人说了 所以今天现场呢 我们给你准备了一点小道具 比如说什么铲子 铲子 暖水瓶 对不对 瓶底锅 这都是你的武器 随便选什么都可以和他打 就是不能用拍 行 我试试 来吧 第一回合咱们先来一个简单的 来一个铲子 这个难不大 行吗 谁先来 谁先来 他拿铲子 套哥 套哥 来 这不来打 太难了 这铲子不是 这铲子不是 这不来打 套哥 你给咱们节目争光了 哎呀 他看来 一比零啊 一比零 哎呀还没 好一平一平一平 好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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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僵持战可以啊 哎呀 真真不好啊这个 好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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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给冠军增加着难度 拿一个平底锅 啊 先先试一下 哎但明显比乒乓球拍的身体好几儿 一个好打点 他面积大一些 但这不是 弹性我掌握不了 要好一点 好 一比零 来 加油 这个打不过人家 可以 帅得不胃 回合挺多 老年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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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声球 有点角度的 回合挺多 好 好 一比零 好 来试杀招吧 厉害 二比一 打不过 所以这个 我们看到了 虽然不是使用专业的乒乓球拍 使用一些道具 目前我们葛阳 咱没说完全占上风 但是没落下风 对 但是我觉得 对于我们这个 乐战评委四少呢 有点不公平 毕竟人对奥运冠军 对我们三 得想办法 咱必须在节目的最后 咱们得赢得荣誉 赢得面子 这样 我想到了一个好玩的方法 我在电视上看这个 就是打扑克 我这灵感来源于此 最后咱们来一个 欢乐四打一 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可以 四个还打不过他一个呀 好 好不好 他这套路我们 这拿牌有什么用啊 这没用 我这一百个也打不过他 但是我觉得 还是很有气势的 这画面 咱先摆个pose 有配乐吗 对吧 好 准备 来 来了 哎呦 没有机会 你给我们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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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呀 来 一比零 慢了慢了 慢点 你还跟人商量 哎呀 二比零 二比零 不是 他拿着拍啊 大家就犯触 对 对对对 他稍微移动的 对 后腿了 哎呀 不认输吗 认输 认输 咱们先请奥运冠军 给我们点评一下吧 先点评一下 我们几位这个评委脸皮 无话可说 无话可说 大家挺好的 赢了好几个 中在参与嘛 谢谢 谢谢葛阳啊 来 谢谢 最后呢 咱们就开始唱歌吧 好 好吗 加油 好 在此刻出发 这希望就是我信仰 路有多长 风雨似乎也在前方 怎样还不会迷惘 是谁给我力量 这是胜利之光 有人叫他光荣 叫他梦想 可谁又能知道 是我把自己照亮 这是胜利之光 有人叫他光荣 叫他梦想 可谁又能知道 是你把自己照亮 是你把自己照亮 好 接下来就到了今晚 最后的对决时刻了 让我们再次请回我们的泪主 有请庞涛 这里是今晚 最后一轮对决 此回合的投票 将决定出今晚的冠军 最后一轮投票 让我们首先有请评委 月亮姐姐 我觉得葛阳从一开始张口唱的时候 就把我们都惊讶到了 真的 你不仅乒乓球打得这么好 我真 真没有想到你唱歌唱得这么的棒 而且因为你有故事 你是奥运冠军 再加上你唱的是胜利之光 就觉得这首歌也特别特别符合你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的歌声 应该是把我们所有人都征服了 我真的觉得葛阳实在是太优秀了 所以很抱歉我把反对票投给你 谢谢葛阳今天带来的精彩 葛阳 我觉得你把这首胜利的歌曲 从你的艰辛 酸甜苦辣 其实我在你的眼神之中 在歌声之中全都听到了 庞涛 我们觉得 我觉得你败的也是很光荣的 能跟世界冠军大满贯能够在一起 我觉得我们已经够了 是吧 我把反对票投给你 很抱歉 祝你更加的幸福快乐 我就一句话 谢谢你 我们的冠军 葛阳 谢谢 今天晚上的表演真的让我们 所有人都印象极其深刻 也谢谢我们的瑜伽教练 你今天演唱得也非常好 但是从我的个人的感觉来看的话 他今天的演唱也非常的完美 所以我只能把反对票投给你 谢谢 结果出来了 今晚越战越勇的冠军是 格阳 也谢谢庞涛今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 祝福你 希望你继续加油 好吗 谢谢 谢谢 好激动哦 接下来我们就要见证一个奇迹了啊 我们的评论给奥运冠军颁奖 谁这么有幸 谁那么有幸 对不对 他摔了脸的那个 格阳老师也摔了脸 这些哪是他 一般摔 五般摔脸 就是啊 非常荣幸啊 能为葛阳颁奖 祝福您 祝您的事业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董老师 不仅要感谢格阳 也要感谢今天所有登台的选手 结合他们自身的特点 结合他们自身的故事 从不同的方面 提示我们动起来 健康起来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有多重要 再次感谢格阳 也祝福你 这里是越战越勇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 带上了坚强的笑容 拿起手中的麦克风 这一次